他让梦想在回忆里流连 这一梦岁月这一梦不断 他将语言在心动中变显 这一生有狂这一生不凡 他唱他的不曾他无他的曾经 他歌他的不疼他哭他的疼痛 他说他的不甘他问他的勇敢 他写他的不愿他谈他的喜欢 欲光而行朝着幽梦的远方 不凡而上朝着幽光的远方 原本在阳光中沉睡的星辰 平凡的遮掩平凡的疏远 照燃在黑夜的大海中出现 不凡的点燃不凡的耀眼 一罐在风雨中紧闭的双眼 平凡的收敛 平凡的躲闪 突然在刺眼的人群中痴眠 不凡的展现 为何提到投资徐博士如此反感呢 你们的银票我根本敲不上 既然徐博士这么认为 那祝你好运 好个狂妄无知的青年 成一只难以置信 利兹会与这位徐竖博士 建立不可告人的关系 一定是自己多信了 除非 除非 利兹 一只 仿制专业的词典 我终于买到了 可以请利兹小姐 进去我发音吗 你不是已经被申请棉纱 选中了吗 是 那我为什么还要翻译啊 正是因为选中了 所以更要退险 现在申请沙场的融资 又进来奉劳负责 我们对它未来的发展 有不可推卸的意义 程掌柜 真是越来越不凡了 那我们就从上一次 这个地方开始 这是 好 我去那边 是 这边我扎了一下 是沙条的意思 沙条 对 沙条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碎渣 没有 揉揉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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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揉揉揉揉揉 来 来 来 继续画面 你说的是对的 继续画面 我是不是挺没趣的 大好青年都溜杨贵来风宽雪月 我是不是挺没趣的 你这句话我可不敢沟通 我以前那些同学 他们暑假都在巴黎过的 可那又怎么样 满口空谈 做不成什么的 可是他们空谈也都说的是英文 我什么都不会 我还需要你来帮我翻译 用你的脑子学外语肯定快 对了 病调记怎么说来着 继续画面 你看 接着来吧 从这儿开始啊 卡尔德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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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一下 掌柜的 这恒迹茶行记忆度盘点 请过目 一大早上去哪儿了 我去备堂放下聊了会儿天 掌柜的 你知道贝勒路那六母大地皮吗 知道 在老爷手里很多年了 被雷老板看上了 想要撬走呢 以他的资历 撬走不是难事 他不光要撬走 这还没到手呢 他就赚了一大笔 怎么了 我听说啊 他仗着自己摇杆硬做假合同 这已经额了人家三十万了 还要再额二十万 他怎么敢做这种事 就不怕你大老爷脸上抹黑吗 主要吧 那个买家也是个傻子 这说要买地盖楼 这合同都看不懂的 还买地呢 这不活该吗 你说的傻子不会是 鼎星建筑公司的徐述博是吧 对啊 这你怎么知道的 来 帮我把车开了门口 你进来吧 老爷 大叫您午休了 这个时间来必有紧要之事 说吧 请老爷将贝勒路地皮 交予我打理 此地皮面积巨大 且在法租界繁华之地 位置绝佳 价值连城 论资历 我深知受之有愧 但是本就打算给你 会等之事 我不问你不说 我何尝不知道你尽心尽力 背了我地皮如何搭理人 一定 一定 一定不让老爷失望 徐博士 这是你代表顶星建筑公司 签署的地皮交易合同 对吧 怎么在你手里 因为立威地产公司 正在诈骗你 立威地产不是一家正经公司 这份合同也不是正经的契约 后续的二十万元 请你不要交付 可是我的律师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的律师根本没有调查清楚 契约的主体 等你交付完所有的定金之后 立威地产公司就会宣告破产 而到时候你就会发现 贝勒路一三六号地皮 根本就不属于他们 而你所交付的资金 即便你去天涯海角 你也无法追回 光天化日 我就不信他们敢如此造假 他们地七有见过 你认得地七吗 这才是真正的 到期背书凭证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贝勒路一三六号地皮 属于龙银钱庄静安分号 换言之 这块地皮 只有我能同你实行交易 签署合同 所以你特意前来 是为了看我笑话 你的笑话 早就被人看光了 我专场跑过来 是为了与你合作 既然我手中有块地皮 恰好被你青睐 我们没有理由不一起合作 把你的理想 我不想跟你合作 难道你想跟立威地产公司合作吗 我会报案的 他们早就已经与寻补房联合 你根本就告不过他们 那我就谢谢你的提醒 这三十万 就当我买个教训 护上的地皮这么多 我会继续寻找 直到找到我想要的 你有钱吗 是 你有钱 你十岁的时候 就跟随父母去英国定居 令尊是轮堆 你想荡荡的中国古董商人 你又是家中老妖 自小得宠 长大之后更是适才傲物 你能够自探药包买 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租借地皮 但你知道吗 你这种行为叫败家 反正我父亲的钱 来得也容易 庄掌柜 你请回吧 我父亲会继续资助我 你父亲可不像你这么傻 并遵于于你有盈在线 这三十万是他给你 回乎创业的全部资本 官秘书告诉我你 官秘书没说谎吧 徐博士 你现在已经亏禁老本了 你还在这儿冲什么好汗呢 实现报复是一条争途 其中必将经历折难 我能承受 关键不是经历挫折 关键是经历挫折之后 你没有资金 你没有地 你拿什么时间你得报复 看谁 有没有地 杀gil 杀gil 杀ừng 杀春 你好 嗨 邱梨小姐 快坐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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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徐 徐博士 围巾好看 这条围巾 有人跟我有一样的 只是说话不得投机 那徐博士和我说话投机吗 我们哈啰的日报写稿成文 需要跟采访者面谈 最少的话三到五次 多的话七八次 如果是跟球迪小姐谈话的话 那需要面谈十次为了也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想问您当初在设计 精英中学大楼的时候 您的思路有没有受到 美国建筑师 弗洛克罗埃特的影响呢 我确实把他的观念 当作实在精神 九弟小姐 你很了解建筑 我是在努力了解你 对了 还有一个地方我想问您 我听观秘书说 您想要盖一座 中西合璧的高层大楼 而且已经四处在找地皮 是 可惜的是 地皮购置不太顺利 关于这一点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了解到 大部分的建筑师 都会与资本合作 可是徐博士 您为什么一直要独行呢 球迪小姐所说的 我并不是没有想过 只是前几年 我尝试和资本合作 那是一家户上知名的银行 但是过程艰辛至极 耻辱不堪 我曾一度绝望 想要离开上海 重返意大利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不知道 是哪家银行 让徐博士如此委屈 过去的不提了 所以徐博士 在自己的履历里 从来都不提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已经终止 而且它牵扯到一起 十分沉重的事物 不说一把 老爷 您回来了 我吗 包给我吧 好 好 因为市块的恶处是相似的 与微手里有些闲钱 就可以对别人 珍珠已久地构思 指手画脚 让你失望了 你们的银票 我根本敲不上 好 一致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为了你提心下班啊 为了我 因为 我想带你去码头市场 现在吗 现在天气正好 好啊 马上去 走 我来 来 去 看啊 走 给电话 怎么了 看 我买个这猪猪猪猪 不好看 嗯 那你看这儿终于肚子 像不像啊 万国不老会 和想象中的有点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这里东西倒是很多 但是看起来 就像是百货公司 某那个地儿 也没有那么热闹 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玩 若是带你去码头那儿吧 我最要吃的反货太贵了 看咱要吃 想吃多少盒我都给你买 先来三盒 不要了 这么贵啊 贵怕什么呀 成长给我买得起 要不来五盒 十盒 不要了 怎么了 想吃就买了 这么多 我看起来 就一盒都不想要了 好吧 那不好意思 那暂时不误 那边是什么呀 那边都是出口不及转面销的 都是些土货间卖 什么中草药啊 还有有卖茶之类的 我们去看看吧 你想看那边 我确定吗 嗯 那边没有高级洋货 都是土货 那就是说物美价钱咯 走了 好 真的确定吗 要不要喝一瓶汽水 不要喝了 这果然是比洋货市场 好玩多了 你真的觉得这好 嗯 这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党身 党身 这个呢 这个是当归 你看这个 看这个 巴鼠乖乖乖乖乖 要不要尝尝 可以吗 我们还没给钱呢 这只要是用的东西都能摸 吃的东西都能尝 来 试试 是不是特别难吃 你故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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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这个云南乳膳 来嘛 吃什么 绝不陪你 怎么样 嗯 脆 我们吃过也不买 吃了不买 没关系 不买了 这 这 这 我跟你再尝个干辣椒 我不用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这你知道的太少了 谁说的 那你知道什么 你刚说 这个我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香水 这个是花露水 花露水就是香水 是是是 花露水也是香水的一种 想要吗 喜欢吗 对不起 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怎么了 看起来像个野孩子 没想到还挺讲礼貌的 挺讲礼貌的 我要说你啊 我就看看自己的包 想要那两个 这两个吗 这两个多 我 我钱被爬了 钱被爬了不很正常吗 你这才第一次 我在这儿不知道被爬多少 那怎么办啊 把钱给他们呗 他们都是全体的人家 偷一个姻缘够吃十兆的饭 偷你刚刚这一次的 够他们顿你吃肉 走吧 我 我戒指也被偷了 你戒指被偷了 那 你先拿一下 我这边有猪肉 谢谢 烈迟 偷找什么了 没偷找什么 没偷找什么 我说过了 我没偷找什么 走 他妈的 快点 走吧 借着 可以啊 整着个大借货 把那东西还给我 还给你 你呢 就是这个孩子从我菜那儿 偷过来了 快还给我 情理乌归远主 得了吧 这戒指上面没名没信的 那谁拿着 可就是谁的 我劝你最好还给我 否则咱俩谁都不好过 你给我搞清楚了啊 这是我的地方 你最好实现啊 赶紧走 不然啊 这是你 我走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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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你打了 你打 你打 suicida 走 investor 大家都 休息我 Lore 你発 走 给我回来 快走快走 快走 bru dynamic 快走 好 你刚才点真猛 这是英勇旧夫 什么呀 我是看你太可怜了 太遭我以后了 小心出来 你什么时候找回来的 带好了 别再丢了 自行车什么时候还回去啊 明天我让脸罐子送回去 明天才还 也挺好的 那再骑会儿吧 寻找一切 情况勇敢不忘少年 冲向明天 我真心冷漫过谎言 盼你我能回到 那一天 初见你心动的瞬间 忘记一切 情商是最美的语言 心动四肩 盼你我能跨过恩怨 让时间回到 相见 那一天 我能够见 我能够遇到你 我能够遇到你 封销 你不再来 你不想 你不再来 没有 我能够遇到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你更加了解我的音乐还有想法 我不知道你是否被资本打压过 以至于你对于银票如此的反感和过敏 但是我绝不会对你珍珠良久的设计指手划脚 因为就是因为你的设计出众 我也喜欢这个建筑 所以希望它被建造出来 你认真的 认真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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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有太多的但是 如果这个但是 对你有帮助 对我们都有帮助 何妨不听一听呢 许过是 但凡是建筑 它总不可脱离实际用途存在 不管是遮风避雨 还是游览观光 它终备有个目的 尤其是 当那种巨额投入之后 当然需要 怎么思考能够收回成本 程掌柜 你还是改不掉资本的信息 显然 你更在乎的是如何回收投入 增加收益 而不是建筑本身 我之所以告诉你 我不知道这个建筑用来干什么 是我希望它 不被任何精灵与你的头脑所利用 我不想它被商家所赚钱 我不想它被洋行占据私用 更不希望 好不容易让它毅理其来 却一天天安待无功 最后 只剩下腐朽的气息 复命即发货渠道至今不明 发货人也还不见下落 继续找线索 抓紧时间 这可是老爷着急的事 是 是 叔 您听了千万别生气啊 指不定是这个成义智 是耍了什么心眼 叔 什么事 大老爷把贝勒露的地皮 给了成义智 也不叫给 也不叫给 听田管家的意思是 大老爷让他打理 你 好你个新成年 抢神 抢到我嘴边来的是吧 九弟小姐 走吧 等一下 谢谢 我 我打不了啊 必须有亲谱我才会谈 没有亲谱 我没法谈 等一下 转发 是 程一直不明白 是自己太愚蠢 还是立姿太虚伪 他怎么可以 对两个男人 露出一样的笑容 一样的灿烂 调皮 迷人 他给谁的笑容 才是真的 徐博士 你说的过程艰辛的项目 和户处银行有关吧 是 徐博士 我知道 你是不希望这件事情见爆 所以你一个字都不想跟我讲 但是请你放心 我也一个字都不会写的 因为 我只是希望了解 你一个痛苦的经历 我希望自己不仅仅是 一个素媚平生的记者 我更希望 自己能是你的朋友 徐博士 你这么才华和你 却如此抵触你 与资本合作 我甚至觉得这种抵触 是因为你 根本不相信其他人 其实有的时候 能够勇敢地去认对 过去的挫折 才能让你打开心扉 有更开阔的未来 所以请你告诉我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 我刚从意大利回到上海 部署银行的总经理 武之福 他亲自邀请我 参加银行大楼的 扩建项目竞拍 但是我看到报纸上都写 武之福贪污府外 中饱私囊 我不认为他是这样的人 房市的行情 我想问一下程掌柜 听说贝勒路那块地皮 冻了啊 程掌柜 特别人兄 喜酒不见了 都好吧 周总监 趁闹敬礼 副总 快坐 快坐 我没打扰大家吧 我跟副兄说 我们护储银行部署 急需帮助 各位仁兄 若有可靠的人选 适合做护储银行的股东 请务必为我引荐 周某不胜感激啊 程掌柜还不认识吧 这位是护储银行的总经理 周光贤 你好你好 周总经理 对啊 这位是龙茵钱庄的 程一志老板 程掌柜 听闻 程掌柜就是荔枝的新婚丈夫吧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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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客气 是我幸会 可我没有想到的是 工程刚开始 也就是噩梦的开始 你不是这个噩梦 和黄老板有关吗 黄老板 黄老板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只知道 我的噩梦 和护储银行有关 他们对我主事课件 一再阻挠 仗着自己有些资本 就一直让我修改 我的设计方案 还有股东散布谣言 说我能够中标 完全是买通无制服的暗箱操作 这简直就是对无制服经理的暗算 也是对我的羞辱 再后来 我就被彻底驱赶出局 施工方案 也交给那个股东来操持 你知道那个股东是谁吗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他叫周光鞋 朴总 这篇文件 你签一下 好 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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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叔叔来了 叔叔好 我们李子都长成 婷婷玉丽的大姑娘了 吴总 你这可太有福气了 我很激怒你啊 陆兄 别来无恙啊 来 我好 来 来 看来陆兄对我还是有意见啊 您可以为吴总经理的事情伤怀 但是我们这些 在银行忙里忙外之人 那还点朝前看呢 诸位仁兄说是不是 知福自杀身亡如此击强 你接管护处银行 不着手为他喜愿 却忙着为银行募股扩张 陆兄 您不是警察 我也不是侦探 知福之事已经交给巡抚去处理 何况互处银行因为知福之事 已经风雨飘摇 股东争先离场 我若不能尽快平息失态 挽救银行 又怎么对得起知福啊 股东为什么正见离场 你想过没有 那是因为正义得不到声张 大家看不到光明 怎么可能有信心 把资本投在你的门下 连立资都跟程掌柜 对这样的青年才俊 共结百年之好喽 我们互处银行 又岂能不找到一条新道路呢 程掌柜 您说呢 徐博士 你现在说出来了 心里有轻松一些吗 其实你心里也清楚 当时遇到的困境 与和资本结合 没有必然的关系 只是你不想去面对 这个世界竟然有如此无耻之徒 又无耻之势 但是徐博士你不要害怕 你已经踏出第一步了 你就要离开这个阴影了 而且下一个合作伙伴 也许是志同当何之人呢 你说得对 我不应该应验废事 好了 我的采访结束了 徐博士 期待你的作品 邱队小姐 我有个问题 如果我们主编审查顺利的话 下个星期 关于徐博士的这篇报道 就能够见报了 我不是要问这个 你刚才说你把我当朋友 好 那虽然采访结束了 我下个周末可以邀请你 一起吃晚餐吗 陈掌柜 我看你今天的兴致不高 是不是有声烦恼之势啊 稍显疲累 还要我入掉日前两 是不是和利兹有关 正如方才周总经理所言 有些事情 无需您过度关心 程掌柜 我夫人思念利兹已久 想请你们夫妻俩 周末来家里做客 请你拨揉 好 那我去告知利兹 好 今天呀我听王妈 跟隔壁的张妈训一样 说她发烧治好了 是多亏喝了老爷熬的红豆沙 把那张姐气得气呼呼地说 我要是病死了 我们家的代老爷 都不会送上来一杯茶 你除了红豆沙 你还会做什么呀 能吃的都会做 是吗 好 那我不是可以点菜了吗 我有好多好多想吃的 光吃不练 我是不敢练 当初是谁跟我妈妈说 恋爱做的饭一看就不好笑话 一致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廖思琳最近又病倒了 手术之后情况又反复 蓝姐最近都在医院陪我 蓝姐怎么都没跟我说呀 也是怪我不好 这段日子 老师跟掌柜太太 他们待在一起 我应该去问候一下她的 明天我就去医院看看 好 徐老师 早 是关秘书让我来的 她不忍心你失去 贝勒路一三六号地皮 更不忍心让你的理想就此落回 程长官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看看她 徐老师 你知道你现在陶醉在对她的拥有之中 你脸色道根本不肯让她有丝毫的实用价值 但是建筑 从来不可脱离于人而存在 我当然明白 你不明白 既然你都说了 你正是因为小时候在园子里玩捉迷草 激发了你的建筑最初的兴趣 你就应该明白 让人去感受一个建筑的快乐与奥妙 请你不要再粉饰你自己的想法了 你向我提出的 只是建造一栋奢华的百货 我对那个东西没有兴趣 我提出的 不是建一栋奢华百货 而是我希望让你 让它 为百姓所使用 什么意思 用它开设大量的图面 让百姓们在里面经营饭商 娱乐消遣 我们可以用它 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衣帽鞋袜 还有各色饮食 有门票有优惠的汉兵场电影院 有供人们免费游玩的花园游廊 可以让孩子们在里面尽情玩耍的 翘翘板还有哈哈镜 徐博士是你自己告诉我的 建筑对你而言是一种美 那这种美 让人们亲眼去目睹 我亲身去体验亲手触摸的那不好 你确定 我确定 我不是生来就是一个钱庄掌门 我曾经也日复一日地 风吹日晒地跑在市场之间 在夏天汗愁冬天湿了满是跳蚤的店面里 日复一日地卖干货 每个月挣不到十块钱 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 如果那个时候 有人告诉我能够在这样的大楼里面做生意 我恐怕从不都能消息 好 徐博士 提液就放在桌面上 我建议你仔细想一想 好 你说得对 富余纠缠黄如红呢 可能会把自己引到一个错误的路上 所以我跟了一条新的线索 有了新的嫌疑 谁啊 周光贤 周光贤 听着熟吗 他是你父亲的继任者 现任户处银行总经理 非要说的话 他的嫌疑可是比黄如红大态短 关于周光贤在户处银行 入股 认知 嫡系 所有的资料 我全都要 成费一百块 既然是个百姓精英 那铺面就分为大中小和特小四个面积 大型的每层两间 中型的每层三间 而小型的和特小的每层各八间 目前可以做到的是 保证每个店铺 至少一扇窗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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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爱的 这么多错过在等我 全世界最狼狈的那一个 伤心的歌我不想听 讨好的事我不会做 背在借命运的手扯 所有的过错都在我 全世界最卑微的那一个 反驳的话我不想说 莫名的错我都认了 别再用爱情的口吻 戳弄我 作曲 李宗盛